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坐火车与高铁 那么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个铁路局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中国18个铁路局管辖的范围 你所在的城市是归哪个铁路局管辖呢 咱们中国方面有哈尔滨铁路局 北京铁路局 沈阳铁路局 太阳铁路局 青藏铁路公司等等18个铁路局 至2017年 全国18家铁路局公司全部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各铁路局的名称也全部更改为 中国铁路某某局集团有限公司 下面就以省份经营划分大致的范围 首先来说 北京铁路局是由管辖北京市千金市河北省三个地方 南昌铁路局管辖江西省福建省 济南铁路局指管辖山东省 上海铁路局管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 广铁集团管辖广东省湖南省 沈阳铁路局管辖吉林省辽宁 哈尔滨铁路局管辖黑龙江省 郑州铁路局管辖河南 河南省的南部局部归属于武汉铁路局 武汉铁路局管辖湖北省 南宁铁路局管辖广西壮主自治区 西安铁路局管辖陕西省 成都铁路局管辖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 而昆明铁路局管辖云南省 太原铁路局蓝州铁路局管辖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太原铁路局管辖山西省 呼和浩特铁路局管辖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部部分地区为哈尔滨铁路局管辖 乌鲁木齐铁路局管辖新疆 青档公司管辖青海省 以及西档自治区 当然以上省份有极小部分地方是归属于其他路局的 这里就会非常精细的说明了 好了 盘点为咱们中国十八个铁路局管辖的范围之后 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 归哪个城市管辖的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 本期视频就前言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收藏 加关注老规矩 下期再见 拜拜